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jan Hair Siz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在香港做髮型師 客人經常說 9秒9秒出門 無論在salon也好 或是在家也好 睡醒多久出門也入了髮型師 我明白的 剪得對頭髮也是固然重要 但我建議這些人 在今時今日的時代 設下頭髮上班也很正常 很多時候 客人在家也會有些卷髮器 我今天就和大家示範一下 怎樣用卷髮器 如果你想安全一點去用 你試一下臉皮疙瘩 否則你看著鏡子 你會很容易辣傷自己人 就會覺得輕輕的 那傳統的卷髮器 如果大家怕容易辣傷 記住你可以考慮戴手套 或者像我這樣 側側鼻 儘量避開它 這樣就不容易辣傷自己了 另外就是 在後面的頭髮 你只要撥上前 你就可以卷到了 我經常都會這樣側側 看著 這樣就不容易辣傷自己了 後面的頭髮 撥上前 當然 記住要自己有足夠的練習 才可以去正式開機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 買過卷髮器的朋友 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輕輕捲一捲 見人都會方便很多 有位卷髮器的功效 例如我這些髮質 你大約去到160度左右 左右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我今天想介紹一個機器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傳統卷髮器 看現在新出的機器 第一 因為這個是旅行裝 世界各地的電壓都可以應付 只要你把三腳變回 當地的兩腳 直接用就可以 就不會影響了它的溫度和速度 好 現在介紹一下 先來 開關 一開 這樣就出來了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professional 360度的可以旋轉的線 令到你卷髮器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棘手 再上來就是一個隔熱的扣 也是拿磚來的 令到我們沒有那麼容易辣到自己 背過來 我們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負離子燈的開關 當你一開的時候 紫色的負離子燈就會亮 負離子燈的邊間這個毛拆位 另外就適合我們亞洲人使用的頭髮 令到頭髮的毛躁感減少 更加順滑的臉皮效果 那left right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將卷軸 調校到它是向左還是向右轉 直接回到最尾這裡就是溫度 溫度是有分高中低三款溫度 可以調配選擇的 適合不同的髮質 頭髮幼的 我們建議它就不要調到那麼高溫 選低溫或者中度的溫度 頭髮是很滑 很freezy 或者粗硬的 我們都會建議它調高溫一點 這樣很方便 有時候用這個 可能女生的手就會靈活一點 一邊卷 它自己就會轉 令到頭髮也沒有那麼容易弄 還有 相對來說因為它有梳 它有梳 又可以拆回橫把頭髮 我再捲得高一點貼一點 都不怕壓傷自己 整個做的動作 還有香港的天氣太潮濕了 經常都很怕頭髮很淡 可能睡醒後也很淡 我們很方便 這個是可以直接把頭髮 一浪進去它就已經會鬆 我想示範給大家 都很自然的 你看它從小時候 它出來的圈都不會太緊 這個呢 大家可以 這裡有一個隔熱位 直接放下來 一邊拆 然後一邊拆 那已經可以透過家裡 做鬆緊髮根的環節了 嗯 其實呢 女生很怕這些東西很貼 拿開 如果萬一有很多毛燥感 你就可以輕輕把它鬆一鬆 它也是可以撫平到一些毛燥感的 啊 我覺得 朝早夾兩下頭髮上班 真的會醒神很多 那呢 今天其實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和小的分別 那我就自己比較喜歡用一些 比較容易攜帶一點的捲髮器 去旅行出門也適合用 那香港的呢 如果這樣捲一個回合 那頭髮呢 一開始就應該都會軟的了 因為相對濕度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呢 各位朋友 想我頭髮堅固一點 將我頭髮前面的動作呢 重複拳了兩至三次 那我頭髮就可以固定得好一點了 如果大家想留意更多有關髮型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影片可以幫我提供一下 的那一鍋 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印尼犯前 進去 我今天已經找到